妳好 我今天去吃SUSHI 倫敦都沒有好吃的壽司 訂了一家小紅酥上面看到的 然後我是提前一個多月訂的才訂到 譴視一下 她感覺很不開心欸 她在準備 沒有 她跟我說還要8分鐘 Akasa Are you excited for the sushi? Are you excited? No OK I'm excited Aberu 第一道菜 格莉湯 然後用格莉 跟花手蛋菜 格莉味很重 很燙的一種肉湯 真的很燙 今天有21道菜 她說這個就會濃味 暖下面21道菜 第一道菜 八天熟成的鮪魚 泥卷 她的醋飯不會很酸 是我喜歡的那種醋味 我剛剛聞到她們的醋 我覺得聞起來很酸 可是吃起來不會很酸 然後開起來很脆 但是這個飯有帶出它鮪魚的甜味 然後它鮪魚也沒有 讓它有皮味 還在 下一道也是熟成的 它就trout 然後這個是 洋蔥 皮好脆喔 還不錯欸 還不錯 就是它熟成的都滿很香的 但我比較喜歡剛剛那個手捲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生的 但這洋蔥還不錯 這道是地龍蟹 上面有植樹花跟小黃瓜 還有醋洞 它的盤子也是地龍蟹 很可愛 這邊我不吃小黃瓜 直接挑挑 醋洞有帶出螃蟹甜 這螃蟹是很鮮的欸 很好吃的 不會暖暖的 目前三道都滿意欸 倫敦變了嗎 我已經 來這裡吃很多就是地龍蟹 超難吃的 我現在很開心欸 我今天是抱著 必死的心態來的 這道是干貝 上面是魚子醬 然後他說他有用 冰塊幫他按摩視線 它咬肉的嘴巴的肉肉 它干貝軟糯 更甜 然後上面的魚子醬 可以提鮮 再來它的飯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不會太酸 不然酸的飯 可以奶 欸我覺得它好好吃喔 我可以一直來嗎 這道是拌飯 上面就是那種 日本的那種調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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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貝醇 然後魚酥之類的 是干貝醇好嗎 什麼魚酥啊 哦好了有魚酥 哎唷很香耶 我以為這道是敷衍我耶 結果不是他有用心 用心在敷衍我 這道是花花草草 放上了整片森林給我 他說裡面用了33種不一樣的蔬菜 然後 泡沫冒子是用什麼玉米粉製成 他說要打散 上面這些乾燥花是認真叫我吃的嗎 裡面有33種蔬菜欸 我都不知道我人生有沒有吃過33種蔬菜 他今天就逼我 直接吃33種 欸好多水果 跟花 好驚人 幹嘛用筷子啊 為什麼大家在用筷子 對啊 可是這樣比較快啊 有些應該要吃菜的難道 它裡面有莓果的甜 然後再一點沙拉的感覺 裡面還有堅果 有青味蕾的感覺 這蠻好吃的欸這個沙拉 這張是飯配John Dory 我不知道John Dory是什麼 但是它是白生魚 所以它是白的魚 他說這樣弄散的吃 他說用筷子把它弄在一起吃 奇怪 我怎麼夾不起來 魚蠻香的 但有點冷掉了欸 還是這是它的本意 如果魚熱一點我覺得會更好吃 這個飯應該是用不一樣的 這個比較酸 還不錯 這道是章魚 我蠻喜歡吃章魚的 我就是真的五個小時 真的五個小時 桑拿的章魚會多好吃嗎 下面的醬好像是 貝類搞出來的 很嫩欸這個章魚 很驚人欸 旁邊的人說so good 真的好好吃喔這個 這道菜 是蘿蔔吧 來清一下味 蔬菜環節 那是蘿蔔 可是我剛剛沒聽到他說什麼 剛剛旁邊的人太興奮了 蘿蔔 還有那個有勾芡的醬油 就是吃鮑魚會有的那個東西 還不錯蘿蔔滿甜的 這道是Macarone 今天我忘了叫他中文 Macarone 我本來常常吃到這個魚 它是一種亮皮魚 我通常不愛吃亮皮魚 好鹹 真的很噴鹹 有薑 然後就是Macarone 就是很 Macarone的一道是不是 整個嘴都是那個味 我真的不喜歡亮皮魚 你喜歡亮皮魚 他也不喜歡 很多人不喜歡 下一道 我真的忘記他叫什麼了 就是類似筆木魚口感的魚 然後上面是柚子皮 撒一點柚子皮 你們懂我在說什麼話 它上面有撒一點鹽 然後它那個柚子皮 我覺得這種魚配柚子皮 都很香很甜 吃起來就很像 很像 香海藉口香糖 我喜歡 這道是 炸生蠔 快快點 趕快吃 不要廢話 上面是塔塔醬包的嗎 Ceers 啊好 旁邊有青醬包的 然後它的生蠔不會形 蠻甜的 上面那個塔塔這樣 畫龍點睛的感覺 總體來說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生蠔 我現在不太敢吃生蠔 這道是 龍蝦手捲 甜嗎? 龍蝦 還蠻大的捲 龍蝦很甜 我以為這種會很一般的經驗 那種 來給 我給它四本 這道是 魚湯 它一直講英文 講魚種 我已經開始放棄了 我真的聽不到 對不起我英文很爛 欸沒有湯匙喔 那湯匙怎麼喝 這樣來講 不管啊 給你們看這個魚 就是這個魚 真的常常看到 好首先魚肉吃起來很嫩 我不太會用筷子現在 這個是什麼 是吧 噴出來了啦白色 哎呀 應該是絲瓜吧 然後魚很好吃 很甜很嫩 然後不行 不行 不行 裡面有豆子 我覺得英國的這個豆子蠻好吃的 然後裡面有薑 所以有點薑味 還蠻清味的 因為我們喝滿多湯的 這邊是鮪魚刺身 它就沒有叫我用筷子 欸好好吃喔 它說這個是熟成了10天 所以它可以不要帶出甜味 然後會比較有那種熟成味 你知道什麼是熟成味嗎 欸你不覺得很好吃嗎 而且它鮪魚 沒有很小 其實它給蠻大片的 這樣整個塞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很滿足 這道是蝦子 然後我剛剛看到它在旁邊烤 但是它沒有烤得很熟 就是它裡面是有點半生 半透明的 我很喜歡吃蝦子 好甜喔 然後這蝦子半生吃起來很Q 很像果凍 這道很好吃 這個蝦子 它有點熟的蝦 會比生的蝦還要再甜 然後它是有點生 但是它外面是有烤過的 因為半生不熟 可是就是特別好吃 進入到尾聲了 這就是鮪魚Otoro 好開心喔 就是Otoro該有的味道 牛脂豐富 用舌頭頂一下它就放得開了 喔 好開心喔今天 Otoro該有的味道 它現在在捏捲 用鮪魚的邊角料 這個是最後一道菜 剩下的甜點 這個是鮪魚捲 裡面有三種鮪魚 應該就是中部刺身跟大魚 它叫我們一口鋁進去嗎 對 可以啊 好爽喔 它這個鮪魚放超多的 就是被鮪魚油脂爆口的感覺 它吃完 它叫我們把筷子擦乾淨 然後 它要送我們筷子 它要送我們筷子 剛才 謝謝酸Q 真的酸Q 一罐的風格 就是每一家餐廳都送我菜單 我剛才說 別家餐廳都只送我菜單 這家送我筷子 然後就補上了菜單 今天吃的料理 我今天吃了21道欸 超多的 最後一道 檸檬酸辣 它的血繞是泡沫欸 好奇怪 現在是薄荷 薄荷香草 所以它是這樣子 最後一道甜點 最終餅裡面是Berrys 那它有一個冰淇淋嗎 最終餅 啪啪 完美的結尾 這是最後一道甜點 配一口冰淇淋 現在我也 冰淇淋 哈囉 這是我昨天要拍那個壽司vlog的ending 可是我相機沒點了 所以現在再來補拍一下 吃完那個壽司 後來那個師傅 就是送我們一個袋子 裡面應該是有一個 他們自己自製的咖哩塊 跟一袋冷泡茶 所以大家都會拿到 吃完那個的時候 就他都會送我們一人一份 總結就是我覺得那家壽司 其實還算蠻值得去的 因為倫敦的壽司 我覺得我吃了很多 家我都覺得非常的難吃 就是英國他們進的魚很少 就是很多魚都不能進進來 所以日本的魚是沒有的 也不是說全部沒有 但基本上就是沒有 然後他們基本上都是一些歐洲的魚類 但是我覺得他用熟成的方式 把魚的鮮味都提出來了 再加上他米飯是我喜歡 就他有點黏黏的 但是不會到太黏 他飯也不會太酸 可是他帶有很多 就是他很細心那種調料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他那些魚 我覺得每一道菜算是都很精緻 然後感覺在吃滑 像是我吃的那道沙拉 我覺得那道沙拉很讓我驚豔 那我是一個非常討厭吃沙拉跟菜的人 可是我覺得那家的沙拉很好吃 然後吃下來我覺得用餐體驗都很好 因為我覺得師傅很用心 還有他旁邊有一個徒弟 另外一個是介紹那種飲料或者是酒的 整個餐廳就三個人 然後他們都有自己要做的工作 然後他們都會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這樣吃下來就會很開心 如果滿分10分的話 我願意給他 不能給太高 就好像有點飽留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給他到9.5顆星 就吃起來都很開心 唯一就是沒有汙泥 但是在倫敦很難吃到汙泥 就這樣了 感謝你們觀看這次的吃播 下次見 掰掰